那我們來看兩個等差級數的應用問題 首先第一題 題目告訴我們說電影院有15排座位 第一排有16個座位 我們可以畫畫看第一排有16個座位 接下來每一排都比前一排多兩個座位 也就是第二排會有18個座位 第三排呢會有20個座位 最後呢總共是15排 請問呢總共會有多少個座位 我們可以知道題目給我們的條件是一個等差數列 我們把它寫下來的話會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16個座位加上18個座位 加上20個座位一直加到第15排 AN是A15第15排 總共會有幾個座位呢 好我們先看看題目給我們的條件 這個條件就是公差是2 好公差是2 然後呢首相呢第一排是16個座位我們也知道了 然後呢我們要求的N呢是15排 我們也知道了 所以我們直接代2分之N是15 乘以瓜胡2A1 就是16乘上2 加N-1就是15-1就是14倍的D D也是2 所以透過這樣子的列式 我們就可以立刻把電影院的座位全部算出來了 所以答案就是2分之15 乘以瓜胡裡面是32加上28 好所以結果就是2分之15乘上32加28是60 好60除以21是30 所以我們就可以立刻得到答案是 30乘以15是450 好所以這個電影院的座位呢是450個座位 好這個也是透過等差急速求和的公式把它算出來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個練習題 大賣場的玉米罐頭堆疊的擺放呢 以致最上層是1個罐頭 好然後呢 第二層有3個罐頭 好畫得有點醜 有3個罐頭 都是一樣的罐頭 好第三層呢 第三層又比第二層又多2個罐頭 所以第三層是5個罐頭 第三層是5個罐頭 1 2 3 4 5 好那 由這個題目我們也可以知道從1變成3變成5這樣的結果也是一個等差數列 那總共有100個罐頭堆疊在大賣場 好它有點像是一個金字塔形的 好100個罐頭 好那請問共疊放了幾層 這個層呢其實就是N 好第一層A1等於1 A2等於3 A3呢等於5 它想要叫我們求出來這裡總共有多少罐頭呢 是100個罐頭 100個罐頭等於A A1這個N這個N是多少呢 我們用等差極速求和的公式 我們來想想看 現在我們有首相A1 也有公差 公差是3-1 就是2 也有公差有首相 我們可以求出來到底到底這個N是多少 我們把它寫出來 SN等於2分之N N現在不知道乘以2A1 兩倍的A1就是1乘以2就是2 加上N-1乘上公差D也是2 好我們透過這樣的列式可以知道 SN呢 SN是100 等於2分之N乘以瓜胡裡面是2乘以N是2N 2乘以負一是-2 所以2-2就沒了 所以瓜胡裡面其實是N的 好我們可以透過交叉相乘 把這個結果算出來 2乘100就是200 會等於N乘以N是N的平方 好 N的平方 好 這邊有點錯誤 因為N乘以2 就是2N 所以這裡裡面應該其實是2N的 好我們剛剛有點算錯了 好 還好及時發現 所以 這裡其實是200等於2N平方 200等於2N平方左右同除以2的結果 212 好212 所以N平方等於100 我們可以知道N其實等於正負10 好N等於正負10的時候我們來檢驗一下 N如果等於負10有可能嗎 不可能因為我們今天算的是乘嘛 乘不是負10乘 所以其實負的是不合的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其實它堆疊的是10乘 那我們來算算看 驗算看看 如果是10乘的話 我們可以算出來正確的答案嗎 好 SN等於2分之N是10 乘以公安鬥2A1就是2加上第10層 所以10減1是9乘以D9乘以2 好這樣的結果算出來是2分之10乘以公安鬥裡面是2加上18 也就是20 好 2跟20約掉剩下10 所以10乘以10就是100 好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原來啊 放到第10層的時候 從上面加到下面總共已經放了100個玉米罐頭了 好以上就是等差級數的應用問題 好